姜姨 你个贱人 快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五公主都听到了树枝嘎吱嘎吱的声音 似乎随时都可能要断掉 姜姨 你放我下来 我可是五公主 你就不怕我卡祖父皇吗 放我下来 我母亲就在有功 先皇当年立下口谕 皇室成员要以礼相待 身为他的女儿 我自然也想要这样的权利 而你 身为皇室成员出口成赃 乌言慧语 你竟敢违抗皇命 若我去宗人府告你一本 你才会怎样 刚才有多嚣张 现在就有多卑微 我错了 我不敢骂你 可 可是你也不能怪我呀 你一个草包 凭什么要住在皇叔的府上 我皇叔是风光积月之人 岂能让你一个烂泥巴攀上 就凭我脸皮厚 江言说出了让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一个答案 认命吧 你皇叔我要定了 你不要脸 你一个晚辈管着叔叔的事 谁才不要脸 安管家 救我 救我 吴公主性子顽劣 郡主没受到惊吓吧 为何安管家还要帮着那个女人说话 多谢安博关心 我胆次打小就练大的 这点小场面 吼得住 吼得住 安管家 你怎么能让这个女人入住幽王府 皇叔的身体不好 放她在府上 只会惊扰皇叔 吴公主 从一开始乍着呼呼吵闹闹闹闹 惊扰王爷的只是你吧 权重的嗓门可没你这么大 江寅有些烦躁了 想从口袋中掏出个菊 给她一粒花生米 让她早点投胎转世 江寅的身上弥漫着杀气 只是一瞬间的事儿 如此浓烈 在场的人都感觉到呼吸一紧 身上的鸡皮疙瘩都冒了起来 周倩云 你闹够了没有 小皇叔 还知道本王是你的皇叔 你不尽许可 擅自独闯幽王府 谁给你的胆子 小皇叔息怒 我 我只是听闻幽王府住了女人 有几分好奇 她感觉到头顶传来窒息的围压